Hello,Hi,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你一見我就發了 今天我在那裡工作,一時我就跟大家說,我在附庸 其實附庸我也有很多粉絲 在附庸吃早茶,喝早餐,今早上 見到很多粉絲,然後拍照,我也開心 有些粉絲給我利是,我說為什麼你給我利是? 師傅,我昨晚有你福品,我就拿到少許才氣 我請你喝杯給我,謝謝 今天我們在附庸,坦白說,我也走一時下來 一時我們去到那個地方,一時我就沒有說我在哪裡 我希望跟大家去分享 今天分享,大家都很明白,現在你的鏡頭所看到 就是這個櫃,還有這張床,看到這張床在這裡 因為地方淺窄,這個是大門口,這是房間門口 這裡有一個衣櫃,這個也是櫃來的 你可以看到,這些櫃是built-in的,看到沒有? built-in了,裝飾得很漂亮,看到沒有? built-in了,這裡,OK 你看到這裡是鏡子,這裡是鏡子 這個關掉,這個也是鏡子來的 別人說房間很多鏡是不好的 是呀,對呀,不好的 如果是說鏡子照到自己會更加不好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這個鏡子沒有照到自己睡覺的地方 看到了,鏡子在床邊 很多人都說,很壞的,會影響到很多問題 病痛的東西很多,其實就不應該這樣說 如果鏡子在這邊來說 如果鏡子在這裡,向著你的床就沒有那麼好 尤其是電視機,我們很喜歡放在這個位置 很多人在家的床,因為床尾位,我們躺在床上看電視機 很多人都會這樣按的 每一家戶,差不多有70% 80%都會這樣按 這樣呢,我也有教過大家 在風水機的玄學裏面 如果是你避免的小腿,如果是有抽筋的來說 或者是呼吸不太舒服來說 就是那個電視機的晶片所影響到你的 那麼,如果你睡覺的時候,拿廢堡蓋著電視機 你就可以化解,化殺了 那麼,抽筋的小腿就差很遠了 那麼,今天我們就說到這個鏡子 坦白說,鏡子,這裡就沒有鏡子 沒有鏡子的床位是可行的 是可以的 但是一樣東西,我教大家,為甚麼去破殺 因為很多人都寧願擔心,你明白嗎? 但是這個櫃子,我又不可以拆 那麼,因為我拆了,我沒有櫃放三褲 那麼,要怎樣去處理呢? 而且這個鏡子,只有那幾吋位,兩、三吋 就到這個床褲了 很近的,看到沒有?到這個床褲了,看到沒有? 來,三、四吋而已 剛剛好,這裡有一吋位 看到沒有,鏡子就在這裡了 所以這塊鏡這麼大塊,怎樣搞呢? 很簡單,一句話,我就教大家 你拿一個紅色的紙 紅紙,黑字 紅底黑字 你寫著福壽暗康 你就將它黏在這個板頭這個位置 有些人,這裡沒有櫃,只是牆 那牆壁來講,你可以寫一個字 就是福壽暗康 你現在寫福壽暗康 現在,你看不看我?我不知道鏡頭看到我沒有 我是不是有兩個人? 有沒有兩個人? 我現在在聊天,Hello 是不是有兩個人? 如果是說,我在果樹來講 我先給他一個機構 我先給他一個機構 現在看到了 現在看到這個了 大家看到了 如果是說,我放在這個字 就是這裡,福壽暗康這個位置 不好意思啊,福壽暗康這個位置 對不對? 就可以變成雙面了 兩邊了 來 所以說呢 好,不好意思 來 來,給你 給你 好像拍到你,抱歉 抱歉 不好意思 好像拍到劉小姐 今天炸機日 阿劉小姐今天開心 陪我過來這裡,看風水 不好意思啊 沒事的,大家開心 交流一下 剛才我拍了給大家看 如果是說這裡 如果我這樣看下去 在這個角度 就看到這個位置 剛才我拍了照給大家看 在這個位置來講 就變成了兩張字 就是叫做福壽暗康的 這樣對你來講 睡覺來講 就幫助到健康 行得、吃得、走得、跳得、睡得、講得 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件事就可以破殺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去擔心 這個鏡子就在這裡 所以想讓大家知道 在我這個角度來看 是兩個位置 這樣我叫劉小姐借給一下 我再拍一拍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位置在這裡 師傅我說站在這裡 我站在這裡 這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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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這裡貼一個字 這個櫃 變成雙面 雙面來說就最好 雙面這裡 這裡 所以說大家要明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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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今天教大家的風水教學 就是這樣 如果說玻璃鏡 不可以拆除 亦不可以變 我們就可以寫字 福壽安康 給自己健康 如果說 有什麼 你除了福壽安康 你可以寫心想事勝 你希望你的事勝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拿到 所以說這個鏡子 不用拆 但是有些人拿一張紙 蓋住它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鏡子 拆不拆 沒有什麼所謂 我認為是一件好事 因為雙贏 最重要是要用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 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見 記得 你附用了 吃士陰炒粉 很多士陰 成碟滿滿的 我很喜歡吃 OK 拜拜